中文字幕——YK 上一次市交锋是2011-12赛季16强,当时黄马客场1比1战平,主场4比1大胜,训练值得一提的是,黄马此次客场挑战莫斯科中央陆军,比赛将不会安排于EB竞技场,中央陆军的主场,而是一师卢日尼基球场,卢日尼基球场能容纳8.15万人次,而个EB竞技场只能容纳3万人。 黄马阵中多人不会对这座球场感到陌生,莫德里奇与瓦拉内曾在这座球场竞争世界杯冠军,而瓦拉内在这座球场举起了冠军奖杯,顺便补充一则裁判信息, 罗马尼亚裁判OVDUAT将执法黄马与莫斯科中央陆军的比赛,这是他裁判生涯第一次执法黄马的比赛,主裁黄马训练。 马赛洛与伊斯科缺席周日9月30日的黄马训练课,整体以恢复训练为主,参加与马进比赛的主力球员,基本上都在室内进行恢复训练。 不过卡塞米罗、克罗斯以及纳桥这三名首发球员,则在室外进行了跑步训练。 另外,伊斯科与马赛洛继续因伤缺席训练。 周日下午,为了提前适应莫斯科的场地,黄马提前出发前往莫斯科。 黄马官方也公布了远征莫斯科中央陆军的20人名单,其中拉、莫斯、贝尔、伊斯科、马赛洛没有出现在名单之中。 伊斯科刚刚做完篮尾炎手术,还在恢复阶段,马赛洛刚刚确诊未比目鱼姬拉伤,也在恢复阶段。 贝尔则在与马进的比赛中,感觉肌肉不适,半场被赛马略斯换下,贝尔目前处在观察期阶段,他将在明天接受MRI的检查,来确定他的伤病情况。 至于拉莫斯,西班牙媒体的推测是轮休。本赛季至今,拉莫斯没有缺席一分钟,场场比赛首发打满全场。 此外,与马进的比赛,他在一次争抢头球时,曾不慎撞破眉骨,导致自己流血不止。 大名单黄马公布远征莫斯科中央陆军的20人名单门将,纳瓦斯,卡西利亚,库尔图瓦,后卫,卡瓦哈尔,巴列霍,瓦拉内,纳乔,奥德里奥索拉,雷吉隆,中场,克罗斯,莫德里席,卡塞米罗,巴尔维德,马克斯·略伦特,阿森西奥,塞瓦略斯,前锋,马比亚诺,本泽马,巴斯克斯,维尼修斯。 音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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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音乐